杂宝朗不要光练人鱼线 买叫狗立的摄护线 爱之味仙采番茄 提醒大家保养要趁少年 番茄里满满的切红素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叫狗立的摄护线 爱之味仙采番茄汁 关心你的健康 我是阮木华 买房子一定要超前部署 我推荐买有钢骨家制正的建筑才安全 我推荐知名营造公司盖的柴油保障 我推荐关篮 钢骨之王心童建设 关篮 大陆工程营造捷运台北桥站 总价1650万起买三直四房 关篮8972-8888 阿里巴巴 深思渴渴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喔喔喔喔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阿里巴巴在昨天公布了 2022年会计年度第一季 也就今年的4月到6月的财报了 就是 换言就是上一季的财报 那阿里巴巴的营收 虽然叫去年成长 但是呢 是两年多来首次低于预期 而且因为投资关键战略领域 阿里巴巴第一季的EBITDA 跟EBITDA获利呢都叫去年同期下滑 不过呢 阿里巴巴宣布啊 库长股扩大到150亿美金啊 这个护盘啊 所以这个最近阿里巴巴的股价 是表现得非常弱势 除了说这个财报因素 这个后面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外呢 先前呢 就整个大陆加强监管 从这个网路巨头啦 到先前的补教业啦 再到最近针对游戏产业的监管 都造成了这些巨头股价的大跌 包括像腾讯 腾讯最新的这个股价 虽然说今天反弹上去 但是到昨天 他已经撕掉了 这个亚洲最大市值的宝座了 腾讯的这个市值已经输台积电了 所以这个现在目前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 已经不是腾讯了 因为股价今年从700多块钱港币 将近800块港币 跌到了400块出头 这真的是跌幅非常大的一个 对腾讯这张公司来讲 史上很大的一段的这个跌势 那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腾讯他自己宣布 这个就是说加强他的手游的监管 这很夸张 腾讯的手游监管是这样子 他推出了所谓未成年保护的 双减双打的新措施 什么叫双减双打呢 第一个呢未成年用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8点 你禁止上手机去玩手游 然后国家法定假期每天限完两个钟头 之前是每天限完三个小时 现在再限缩一个钟头 那其他时间呢 每日限完是一个小时 之前是每日限完1.5个小时 至于说另外一个这个消费的限制是 没有满12岁的用户不能进行游戏的充值 那12岁以上未满16岁的用户呢 单次充值上限是50人民币 每个月充值是200块人民币 这个16岁以上的未成年用户 单次充值100块人民币 每个月充值上限400块人民币 他有很多的这个限制 就不一一讲了 那大家都知道腾讯这个王者荣耀 是最夯的一款手游了 现在每满这个12岁的人 是不能充值玩游戏的 所以真的是已经开始自我在限缩 配合这个国家政策 中国大陆的国家政策 要说监管这个游戏产业 那这一波的陆港股的跌势汹汹 会不会造成亚洲股市整体的影响 我们今天现场呢 请到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三王老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同时在YouTube上面有直播 段老师您好 木王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 中国这一次针对这个网路巨头 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啊 乃至于到先前就是针对这个补教业者 新东方啊这些公司 现在最新又针对游戏业者 不断的加强监管 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 有人提出了三个风险评估 那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打压 那这个可能原因会比较小一些些 那第二个是金融的冲击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 比方说大小型银行持有相关 入器的一些股票 是不是太过分了些 那其实第三个因素比较大 就技术性的一个连锁风险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因素 那尤其是对一些被动型基金 还有ETF影响甚大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档 那个iShare MSCI 新兴市场的ETF 这一档啊 这个自从打压以来 已经跌了三分之一 代号是什么 iShare的MSCI 新兴市场的ETF 整体而言平均值 他是大概入股的比重 他就占了三分之一了 那如果依照下跌的情况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Nesdaq 那个金融的中国指数 这个在2008年以来 单月跌幅是最高的 光七月份整个下跌22% 所以这个政治打压的因素的话 我想应该这个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 新闻上面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是 这个原因 那当然有一些投资人 是认为是说 这个这些股票 是不是相对的便宜了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在 四季的进场 其实我想应该如果 即便看好后市的一些投资人的话 现在可能也应该要等待一些 为什么 因为有人统计啊 每一年的八月份啊 Nesdaq的金融中国指数啊 一向是一年内表现最差的 每一年八月 对对 每一年的八月份 现在刚好 有这个八月魔咒就对了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 呃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Nesdaq的金融中国指数啊 那这个指数的话 大概平均而言的话 就是每一年平均都是八月份左右了 八月份左右是 呃 这个绩效是不甚很好啊 那当然有很多人在讨论到说 到底这些中国大陆的主管机关 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啊 其实如果有关注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一些新闻的话 其实最近啊 有打压几个 进一步在打压 也就是制药公司啊 也制药公司之前也涨 也涨了 涨了一波上来 那其实啊 最近昨天的新闻啊 北京出手了 大家可以搜一下新闻啊 他目前好像是在进一步在演打这个车用晶片的吵架 这车用晶片在中国大陆啊 那个价格吵翻天啊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啊 下一波这两个龙头 基本上也会遭遇到这些政治的打压 那可能像 车用晶片 车用晶片 还有制药 制药 对 这个他监管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大 他基本上似乎都在找一些龙头产业 也就是那个产业的龙头 而且是涨 涨得太过分了 这个车用晶片就跟台湾很有关系 对对对 游戏产业跟台湾补教业跟台湾关系不大 但是车用晶片跟台湾关联性就很大了 其实这是忠实的新闻王 他八月三号新闻 那北京出重手啊 严打车用晶片吵架还有囤货 还有千亿的那个MCU的龙头重摔跌停了 所以是不是这个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股票 当然这股票我们看一下说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ADR的话 基本上也涨了一波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例如说Nesdaq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指数的话 在在美国已经跌了非常多加 那总共Nesdaq金融中国指数总共是98加嘛 那成分股目前啊 跟今年的二月份去做对比的话 他已经蒸发掉了7300亿美金 哇98加7300亿美金 那光七月份啊 他就流失掉了3500美金 所以你看七月份多惨啊 所以这些公司的话 那基本上我也被扫到台风眼啊 7月流失3500亿美金 对对对 这个您被扫到哪一档啊 百度 百度 百度其实今年初曾经大标过 对对对 但是百度我买ADR的时候 基本上他价格已经有点低了 那那当然也也出了出了一些了 那港股部分的话 我也被扫到一些 也就是小米啊 但是小米我买 当初买的价格就是非常低了 2024块多啊 所以你放到现在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中国的路股的话 是不是可以继续再持有 我想应该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当局啊 他的法规到底是什么啊 基本上都是牵扯到一些网路安全啊 或者是数据啊 其实如果大家如果看到 如果说可能损害大陆国家安全 或者是公民造成风险的这些数据的公司的话 基本上大家可能要避开 可以避开就避开啊 那当然这个九月份的时候 大陆当局是要推出新的数据安全法啊 这个可以拭目以待啊 那当然是不是会在九月份完全推出啊 这个可能不剩这个可能要关注一下新闻啊 刚刚讲到那个江苏省的一家制药公司啊 基本上他也是意外被政府被中国大陆啊 这个成为审查的标的啊 那还有另外的大陆的分析师也提到哦 有另外一个产业啊 也就是保险业也受到这个密切的监视啊 所以就像之前中国平安他的股价有上来一些 最近又下滑啊 所以如果像有牵扯到这一些的这个股票的话 似乎啊 政府好像在收集一些叫富裕者的 这些这些这些股这些股票或者是公司 似乎好像有这个标的存在啊 所谓收集叫富裕者标的存在 比方说像腾讯百度这些大型的公司 要不然就是之前涨一波已经被被赚了一波走了 似乎好像在瞄准这些公司啊 那当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中美的这个关系也有一些存在 那当然目的可能很多元 对目的非常多元啊 那当然有一些啊 这个专业人士的话 认为说这一波是不是政府打压会快结束了 是不是会快结束啊 我想可能要等到八月底之后 九月份啊 中国大陆如果有提出了这些法案的话 那我想应该会再牵扯到另外一波啊 那当然会不会牵扯到台湾的一些情况 有啊比方说像追踪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这一些基金或者是ETF里面成分股中国大陆的哇这个一堆啊三分之一耶 所以如果说你的持有的基金跟ETF有牵扯到新兴市场的大家赶快去检视一下是不是有牵扯到陆股的部分 这个不管怎么讲说陆股港股最近真的非常弱势 对没错 你看到亚洲股市今年整体表现都还不错 除了东协市场以外 但是呢陆港股就 只要每天两小时就有机会改变弱势孩子的命运 爱机会长期为台东花莲地区经济弱势与学习落后的孩子 每天两小时提供免费补救教学与课后辅导 让孩子重新跟上学习的脚步 用爱帮助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捐款支持请下爱机会官方网站 投资半导体不用压单边 梦幻明星阵容我全都要 统一亚洲半导体ETN020025 全球第一档可投资的亚洲半导体钢铁战队 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 精选出亚洲16档各领域霸主 南瓜台湾韩国日本半导体巨破 强强联手 八张小朋友就能轻松入手 全球科技ETN 尽在统一证券 提醒您买卖指数投资证券有其风险 投资人应享有公开说明书 并确定充分了解 本指数投资证券之风险及特色 本公司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 许可证号为 110年经管证总字第0006号 改写水岸高度 与大值豪宅同步 公园水岸第一排 定签5% SRC二至三房 东村奇云 22808888 惊艳台北水岸 改写地标传奇 李天夺三十六层SRC 二至三房 定签5% 东村奇云 22808888 九八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年投资陆港股的投资人 可能蛮失望的 我们不讲单一个股 我们讲基准指数 横指今年上半年最高点 大概在31183点附近 本波段低点 也就最近这几个交易 最低跌到了24748点 这个跌幅达到两成 另外上证指数 今年上半年的高点 是3731点 最近是跌破 曾经跌破过3400点大关 连3500点大关都失手之后 进一步跌破3400点大关 跌到3312点 差一点3300点都不保 那今天回升到3477点 如果你算我们刚讲的 这个绝对高低点的话 上证指数大概 从今年2月以来也跌掉10% 所以陆港股今年的确 在亚洲股市里面 在群球股市里面 表现算是相对差的 那刚刚段老师也有讲到 说一些相关的背景因素 那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如果你手上陆港股 资金投资比重高的人 包括新型市场股市 投资比重比较高的人 可能自己留意一下 检视一下投资标的 第二段我们要来谈一下 最近巴菲特买进了一家处方药公司 叫做艾伯维 为什么巴菲特喜欢这家公司呢 多老师 我们先来讲一个 就是这家公司到底 做什么的 生产什么药 其实如果你是学医的 或者是药学的 应该都听过Humira H-U-M-I-R-A 这一个药品 世纪神药称霸全球20年了 这个药是做什么 这个药大概就是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或者是说有一些 比方说骨头的癌症 好像似乎 好像也可以来用来使用 这样 那这一档的 这个去年 就是营收 在所有里面 全球里面的2020年销售额 的话是排名第一名 198.48亿美金 这一款药就对 这一款单一药品 将近200亿美金 对对对 那2021年被预测 也就是预测2021年 全球最畅销的药品 前十名 它还是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一款药品 药品名称 也就是它的 这个这一款药 是被限制 就其他人不能 它是独占竞争的 不能进入 进入这个药 这个药的这个市场 到2023年 所以它还是有专利保护 它有专利保护 对 所以基本上 它卖得非常好 那艾伯伟在全球 单一药品 卖的在进入前十名的 就有两款 那第一名就是艾伯伟的 默克药厂第二名 是默克药厂的单一 单一的keytrada 那这个药品在2020年 也是第二名 但是它的销售额 大概就是艾伯伟 刚刚的那一款药品 大概在折个25% 那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也有一点悬殊 那这一款的 艾伯伟这家公司的话 那它被预估 也就是在2021年的 这个股票的殖利率 有4.5% 这在美国公司的话 非常难得 而且股息连续49年 都有在增长 那这一款的 要占它的营收的部分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当然这个第一名 是所谓的 比方说像tnf 这个单株抗体 这个可以上网 可以去观察一下 它光这款药品 占它的销售额 就占了三分之二 所以可见这款药品 有它的这些保护 这个还是有它的营收的存在 那目前这档股价是来到 大概是116块美金左右 一股 那我们看一下 预估它大概会有多少钱的 真实价格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预估 这个是美国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目前 这个放在网络上 这个 这个 直播的有没有一个看板 对 那这个看板的话 原则上是要学一些 那我们要从它的理论价值 去评估的话 要从它的现金流量 来去做评估 那上面这个看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从所谓的损益表里面 去截转另外再计算的 如果你想要学 到底目前股价的真实价格 是掉在什么地方 那你可以从雅虎 去下载一些资料 再去做调整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预估五年的资料 预估五年的 也就是2021年 一直到预估到2025年 最后一栏的话 是一个terminal value 也就是中值价值 就最后的价值 他可以预估这么长期的营收 对对对 美国的这个股票的预测资料库 都有到五年 他是所谓的 例如说是用很多的分析师 去做平均的一个值 好我们一项项来看 对那我们如果说 要去估他的最下面一项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 可以看到最下面一排的话 那我们看到 这个discount cash 这是折线的现金 折线的现金 最下面一排 有一个discount cash 那折线的现金的话 基本上 我们可以来去做区分一下 大家如果有上雅虎 finance去观察 美国的财务报表的话 他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 LFCF 也就是leverageFCF leverageFCF代表说 他有杠杆的 这个自由现金流量 那我们这边 要去估这档公司的 理论价值的话 一定要用unleverage 也就是排除 他已经要还本金 而且也要还利息之后的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量 那当然自由现金流量 有很多人有听过 但是现在目前流行的 是用unleverage 要把有负债的利息 跟所谓的负债的本金 快到期的那一年 一定要先扣除掉 所有有负债利息 都要扣除掉 对对对对 都要扣除掉 所以大家如果说 看到这张表格的话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 去抓出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EVIT EVI 那大美国很流行习惯写EVIAT 那这个是习前睡前的英语 习前睡前的英语 也就是画面上有看到的NOPAT 那这个指标的话 从这个指标开始往下面 如果我们把没有用到现金 但是你把现金扣掉的 例如说折旧跟贪销 没有用到现金 把他加回来 再来给股东的这些奖励金 也要把他加回来 再把所谓的这个地缘的税 再把他扣除 因为有一些是前几年的税 要再把他扣除 再把所谓的这个walking capital 进的walking capital 再把他加加减减进来 大家就看到说 每一年预测的值 就会得到下面的unleverage unleverage FCF 那unleverage FCF的话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些值是百万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年2021年 这个爱伯特这家公司 2021年 他的现金这么多 265亿美金 大家往右边看 2022年 他单位数是百万七 对对对 那如果看到2022年 265亿 对275亿 再是262亿等等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下面框的红色的部分 就是他的成长率的 也就是说 他握有现金的成长 但我们看到 一直到2025年以后 他的成长率基本上都还有四成 这非常高 也就是说每年现金都在增长 都在增长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7% 那个有一个7%的情况 那7%就是折现率 所谓的7%的话 在美国分析师是算出来结果的话 是爱伯特这家公司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现金成本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借债的成本的话 大概是6.3左右 我们就用7把它折现 折现回来的结果的话 大家有没有看到最下面一排 这就是折现值 每一年折到现在为止的折现值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的结果 把它加总起来结果 除上流动在外的股数 它流动在外的股数 大概是1770百万股 把它除完之后的话 就得到目前的股价 应该是163块左右 那现在的股价是116.3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你想要学的话 可以依照这张表格 去一样画 一样画画画葫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是到2025年的 对不对 对到2025年 连续五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总表 那这个总表的话 揭露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目前在对一档股票 去做评估的时候 可以用PS 也就是股价营收比 也可以用PE ratio 那也可以用刚刚的 所谓的PE跟FCF 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值 去做对应 不同的估价法 对对对对 如果你人站在现在 现在的理论价格 大概就是163 163块 差距现在160 116.3块的话 差距有四成 所以目前理论价格 它是Price Discount 对对对 理论价格是在上面 那目前的真实价格 是在下面 那把所有的值 予以平均出来 结果也就是 12345 四种的评估价值 予以平均出来结果 下面有个平均价格 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 下面有个四成 就是目前差距 还有四成 大家可以去仔细推敲一下 就是照这种评价下来 它在折价四成 对折价 目前是折价中 折价 折价中 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 谢谢 我是振兴医院 心脏内科 刘亦凡医师 新冠病毒疫情 肆虐全球 却也加速远